我们通过做自媒体一边拍视频挣钱一边旅行 四个月的时间又走过贵州30多个县市区 看了很多的美景 四个月里我们总共支出是24000元 拍摄视频得来的总共税前收入是68000元 很多朋友都表示不相信 有说少的有说多的 那拍摄视频挣钱到底可不可行 又需要怎么开始做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七哥 前两天跟大家说了我们自媒体的收入 以及我们旅行支出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给大家讲得太细 所以大家后台一堆私信 我们一个一个回复肯定是回复不过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之前没讲清楚的问题 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给这么多私信我们的朋友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确实回复不过来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同步拍视频的方式 教大家怎么去做自媒体 因为关于做自媒体教程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拍的也足够多了 然后这一期我们就专门挑网友们 问的问题最多的来回答 上一次我们拍视频说我们的收入 税前是6万多 4个月的收入 税后是5万多 然后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 说我们为什么避开这个广告收入不讲 其实没什么不好讲的 只是有点复杂 既然说到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台 我们的广告收入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图后台 然后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任务的收入 也就是广告的收入 8万7202块钱 这个8万多看起来特别多 但实际上这个是我们这三年半自媒体以来 做的所有的广告的收入 当然这8万多是线上的 线下的还有一部分没有计算 但是大多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这个广告收入为什么不给大家拍 最主要是这个收入组成是比较复杂的 不要看这里是8万7 但实际上到我们账户是没有那么多的 因为我们接广告中介商的广告 他们会扣掉10%到30%的反点 比如说一个视频 他给3000块广告商给3000块钱广告费 实际上他还要扣掉30%反点 就是扣掉900 我们到手是2100 2100平台再扣250 相当于1000多块钱到我们的账户上 就是这么一个数目 然后拍了很多广告 其实人家是有保密协议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跟大家讲 这个广告多少钱 那个广告多少钱 但是说实话 我们做了三年多自媒体 前面的半部分是接不到广告的 因为那个时候账号还没做起来 所以这些钱呢 大多数都是在我们后面的这些阶段做起来的 所以说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收入了 但是大家不要那么焦躁 一开始就想着接什么广告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大家还是要用心的 先把我们的视频拍好 把内容做好 那我们要怎么把视频 把一个账号做好呢 大家平时拍回来的视频 一定要经过剪辑加工 再上传到平台去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我们视频左下角的 这个度假剪辑软件 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百度官方出品的一个 AI剪辑工具 它上面的很多的功能 都是比较适合我们新手朋友去使用的 就是这一个度假剪辑 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使用的功能 特别适合我们新手朋友的 这里面呢 有一键包装 还有音乐 素材 而且它这个软件呢 目前是完全免费的 度假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适合新手的特点 它有AI文案 AI成篇这个功能 我们点到度假首页 就可以看到这里 他给我们推荐的 最近特别热门的一些话题 我们点击进去 就可以通过这个主题 生成一个热点文案 点击AI写稿 大家看一下 今天还剩两次机会 其实我们一天呢 做一两个视频 发布出去 完全足够这个账号运营了 如果实在不够用 大家也可以通过多个手机号来操作 生成文案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去创作 然后AI成片 点一下就可以自动的 给我们生成一个视频了 这上面有9比16 或者横屏视频的比例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把比例调整好 方便后面的成片 只需要几分钟 这个度假 这个AI呢 就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完整的 有主题的视频 这种方式呢 是比较适合那些 不方便到外面去拍摄的 新手朋友 当然有一个问题 我也了解到了 很多朋友说 用AI做出来的视频 会被系统判定为低质量 我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绝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画面 放在我们真人的左侧 或者右侧 这个空白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人在这边 画面呢 你就把它放在中间 这个框框的地方 让它播放就可以了 我们真人在这里 可以讲解 也可以做点别的什么事情 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品质 上存到平台绝对不会被判定为低质量 AI创作是比较适合口博的博主 对 要是像我们这样的旅行博主的话 还得要自己出去拍 还有生活博主 旅行博主这些都建议大家自己去拍摄 讲完前面的剪辑 我们再讲第二个事情 我们做自媒体到底有几个平台 有多少方面的收入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 我经常强调的两个大平台 抖音 西瓜 头条 这三个属于是一个平台 另外呢 百家号 好看视频 百度 这三个又是一个平台 这就是两大平台 其他的小平台 那些 我这里我不敢多说 因为说了之后 可能这个视频不过省 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一下 另外一个是 我们做自媒体的主要有几方面的收入 首先就是流量收入 我们经常统计的 经常算的 我们主要的收入就是流量收入 就比如说播放量 一万播放量10块钱 两万播放量20块钱 以此类推 另外第二个收入就是广告收入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广告的后台也有几万块钱 这是第二个收入 第三个收入 带货 第四个收入就是直播 人家打场PK啊什么的 这些 后面这两个我们都没怎么设计 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详细的讲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很多粉丝说 他为什么拍了那么多视频 发了那么多视频 但是一毛钱收益都没有 首先啊 我们参加抖音的中视频计划的话 是要满足一分钟以上 它才会有收益产生的 还要是横屏 还要是横屏视频 最重要的 你还得通过了这个中视频计划 虽然说现在啊 抖音后台 它有一个创作者分层 但是这个分层计划分的特别少 像我们这样的流量的 一天几十万上百万播放量的 每天也就十来块钱 几块钱 这个不止一提 大家还是要专心的把这个中视频计划 这个一万期的播放量去达到 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大家抖音搜索一下中视频伙伴计划 就按照它的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通过了计划以后 大家再发横屏一分钟以上的视频 就会产生收益了 还是给大家讲讲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方面吧 广告收入 这个广告 假如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实力 粉丝量也比较少 那没有广告商找我们 怎么办 我们就只能等嘛 当然不是 我这里手把手的教大家 怎么去自己去寻找广告 还是按照一样的流程 点到抖音 我的主页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三条杠 点进来之后 再找到这个创作者中心 点进去 我们等一下 然后再点新图商单 大家看到没有 从这里去找任务 点进来之后呢 往下拨 就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很多的任务 我们点这个结算方式 下面有个按一口价结算 点击一下 就可以出现了 只要是出现在你的页面里的任务 就是你可以做的 现在门槛 其实已经非常低了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这些300到3000 我们可以点报名 点击下面这个报名 填写你自己的报价 他这个给出了一个区间价码 300到3000 就最低300 最高只能报到3000块 你就按照你的实际情况 你感觉你值多少钱 拍一个视频 这个系统建议我出价1000到3000 我们可以出个2500 这样子填 把下面的这些东西随便填一下 点击报名以后 这个商家选中你了 看到你这个账号觉得合适了 他就会直接给你下单 那我们拍完这个视频 这2500块钱 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新图后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到达这里 我们直接提现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去寻找广告的方式 现在我可以这么直白的说 抖音的新图 其实真的挺好的 是我们普通人 能够赚到钱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在新图多刷一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这里除了报名任务以外 还有很多比如说按照播放量 积税积费的 按照这个下载量 比如今天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在左下角挂了一个软件 大家下载了 我们就可以有收益 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还有很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 我们最近拍摄的 前几天拍摄的一个视频 其实运气也挺好的 爆了成为爆款了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的收益 应该会比较高 但是现在还没结算 它有一个周期 结算的周期一般7天 15天都说不准要看它这系统规定 另外关于拍摄视频的工具的问题 也有很多粉丝挺疑惑的 我们是拿什么拍的 拍得这么好 其实我们拍的画面其实是一般的 最主要是我们拍的 故事性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故事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愿意看 我们拍视频不要走进一种误区 就是说拿很好的设备去拍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 更多的点赞 其实不是 我们要把真实的一面拍出来 把大家感兴趣的那些东西 拍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一部手机 就这样子拿着拍 你还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吗 坚持就是胜利 其实何大陆讲的这句话特别有道理 我们也经常强调坚持就是胜利 拍视频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很大很大的耐心 这个行业就属于是胜者为王的那种行业 可能成千上万人做 最终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到10% 一开始的话流量很低 收入也很低 几毛钱几分钱都有一个视频 有可能几分都没有 后来慢慢做的好了几块钱 我们一开始也是 前面的一两百个视频 两三百个视频 收益都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所以说要坚持一年半载 才可以慢慢看到有成效 但是有些出色的朋友 可能拍个十多个视频 就慢慢就有效了 这也说不准 但是大多数人都需要经历一个 漫长的学习的进步的过程 然后我在这里 给大家郑重的讲一个事情 很多朋友说 在网上可以报什么学习班 去学做抖音 快速赚钱什么的 这些我不说百分百都是骗人的 千万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在割韭菜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 就是我们的粉丝私信让我们就带他们收徒弟 其实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时间 也感觉自己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信心 能把大家交的很好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这个打算 平时就只能说在视频里面 讲几句我们懂的 我们知道的 或者说大家加入我们粉丝群以后 问什么问题 我们能回答的 也给大家回答一下 只能做到这里了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上 说一点免费的教程来看 对 比如说可以收一下抖音创作者中心 这些账号 西瓜大学什么的 反正网上很多人教 大家就各个人的都看一下海纳百川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 今天这一期好像讲的还不是特别完善 但是我们时长已经特别长了 再讲估计就没有流量了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我们可以加到我们的粉丝群 然后我们互相讨论就可以了 拜拜